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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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伯伯 到时候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好 谢谢你啊 怎么样啊 爸根本就没去过陈伯伯家 诗语 妈怎么样 怎么办 巧姨她头很痛 下不了床 那 那要不要送巧姨去医院呢 巧姨说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她嘱咐咱们赶快把爸给找回来 怎么办 来 各位请 好 坐 来 大家随便坐 就当做是自己家一样 来 坐坐坐坐 别客气啊 谢谢 谢谢 坐吧 请坐 你们俩带家里来干什么呢 你们来得正好 爸不见了 赶紧帮忙找找吧 帮帮忙吧 帮帮忙吧 帮忙找找吧 爸找不着了 去哪儿了 你们大概是误会了 我请他们是来家里吃顿饭 就工作上面交流一下 不是要帮你们找人的 蘇姨 二嫂 饭菜准备得如何呀 准备好了 吃顿便饭 可能不够丰盛 大家别介意啊 不是 我说 爸都是 你们有心情吃饭吗 别那么紧张 刚才我在大街上看见他了 看 本来是要把他接回来的 只是他不愿意 你在哪条街上碰见爸的 我是在 糟了 我怎么忘记了呢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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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跟你爸一样 记性不好 你快告诉我 爸到底在哪儿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告诉你我忘记了 不行吗 什么 不是啊 二叔 算我求你了 爸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个人在街上 会很危险的 爸 爸 老板 爸 你回来了呢 老板 我们找你半天了 爸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爸 这些 不是都银行的人吗 陈老板 是啊 你 你是 我是老李啊 陈老板 你 我是新代的小张啊 还有 你 我是市场部小刘啊 我是小孙哪 那你 会计部 老王 爸 我这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 我真的想不起下 你们是谁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大哥 他们都是跟了你 很多年的老伙计 你怎么一个都记不起来呢 细雨威风 你们处置干嘛呢 赶紧把爸爸扶进去休息 免得在这儿丢人现眼 走吧 各位 虽然我 我 我记不得你们是谁了 但是 能够跟我陈一飞 跟这么多年不走的 就表示 你们是我忠心的伙计 我 我这个做老板的 你看 现在求你们帮一个忙 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是哪的话 有事 您直接吩咐我们就是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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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板 大哥 我们时间很宝贵 你赶快走吧 好 我讲一个故事 不知道你们听过了没有 就是 一个 瘸子跟一个瞎子要出城 可是路很远 这么远他们他们怎么去呢 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瞎子背着瘸子走 瘸子帮瞎子指路 最后 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 我我我我陈一飞现在就是这样 我有能力 但是我 我没有记忆性了 可是月亮 月亮 他一天到晚傻乎乎的 可是 他的记忆力是平常人的一百倍 所以我们父子俩今天 要合作 把这没人性的王八蛋 打成落水狗 爸 我们怎么合作 把他最近所做的事情 统统一样一样地说出来 当着大家的面 好 那是快点儿说还是慢点儿说 快点儿说 好 是不是大事小事都说 求大事说 好 那是说重点呢还是详细说 抓重点说 明白 你年前爸有带我去看医生 他居然埋脱了霍花灯医生 说我有泄丝比里症 两年之内就会发狂发疯 永远都治不好 他把我送到英国的精神毕业局 住了一辈子 目的就是见不得 我们程佳与萧荣 一个一个被气死 疯性疯性 大家比这只傻子 第二件事 他硬说是爸 屋子里爷爷 还把爷爷的骨头挖出来检验 害得爸进了医院 差点儿被气死 银行爆发大集体 要不是蓝妈妈 如果爸突然来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早就破产丁楼了 闭嘴 第三件事 爸当时中枪差点死掉 危机的时候吩咐 把银行评论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 是他偷偷改掉爸的临终遗言 说爸要委托他全全掌管银行 说够了没有 没有 没说够 第四件事 又没过多久 他又把爷爷的骨灰拿出来 放到法界大给所有人看 还收买了很多证人 何谋怨往爸 大家不要信真傻子 吃饭 我没说完你去哪儿 第五件事 你们为了讨好日本鬼子 居然带着一个日本人 闯入了高丽林家里 把他给强奸了 你还是不是人 干了这么多坏事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 银行 咱们走吧 走什么走 这里就是你的家 不用怕 站在我身后 陈一强 银行 你不是说 老天爷一直在帮你吗 不是哦 你是在帮月亮 月亮以前讲话 一直是啰啰嗦嗦 长篇大论 你刚刚看他讲的 严谨意改 一针见血 痛快伶俐 谢谢你 各位 你们愿不愿意站在我这边 跟这群疯狗一拼到底呀 愿意 愿意 愿意成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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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陈一详 我现在要你答应三个条件 第一 明天 银行那个日本人 消失 第二 这个人 这个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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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去银行吗 就用他做门头 我 我 第三 你不是一直想到银行去上班吗 好 我给你一个银行顾问荡荡 你有什么事情 你来跟我报告 不用去银行 你听到了没有 办不到 我手上有三成股份 曲姐手上两成股份 我们俩加钱是五成股份 我直接告诉你们这些王八蛋 你们谁敢造反 我就立刻开除谁 爸 我手上那半成股份 我不要了 交给二哥三哥 爸 我也不要了 疯狗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架起来 也有五成股份 我告诉你 这些老皇帝 一个都不开除 一个都不开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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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告诉你这个王八蛋 你若敢叫日本人来 压迫这些人的话 没关系 我去带着他们全体罢工 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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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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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着瞧 别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敬无许 爸 我们家什么时候才有安宁的日子 爸 爸 我跟你讲 再也别跟他们斗下去了 你看看刚才他们那副 要吃人的样子 咱们要不这样 咱们把咱们自己那三成股份 卖了 远走高飞 再也不要回这鬼地方来了 我也赞成 这三成股份 怎么都够咱们一家子 好几辈子的吃喝了 赞成个屁 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 我这么做压根就不是为了钱 我刚才只是不想惊动嘛 否则我一条一条地反驳月亮 保证让他们哑口无言 而且我跟你们说 那些银行老伙计 都会重新站在我这边的 爸 随便你怎么打算 我反正不会回银行做什么门童 那让我朋友看你还不笑死我 就是啊 你也不为我们母子俩考虑考虑 我们整天在程家都看他们的脸色 这做也不是战也不是的 还有啊 你说让我多赔那个奶奶 我知道 可我实在受不了她身上那股药味 受不了 受不了也得瘦 我告诉过你们 干大事的人要有耐心 更要有毅力 相信我吧 好运呢 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事情很快就会有转机的 今天早晨 我去打台球的时候 我们在跟你讲走不走的问题 你怎么又扯到打台球了 你听我说完嘛 我还没说到重点嘛 我想试试看自己运气如何 于是呢 今天早晨我就走到了台球厅 我呢 只放了三颗球 我拿起了球杆 砰砰砰 这三颗球 完全准确无误 一次入带 这就表示 好运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你再看那陈一飞 灰头土脸 随便找个人一看就知道 她的好运已经到头了 萧文 苏盈 请你们再多忍耐一下 好吗 小文 如果你不想去银行呢 就暂时不用去 没关系 所以 如果你真的觉得 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去 那就少说两句 没什么 是不是 你们等着看 等着看 老天爷 是如何帮助我们 这个二叔啊 真是无可救药 就是 朕不知道他那颗脑袋 怎么想的 不管干什么坏事 总能找到理由 说自己是对的 对啊 妈 整个程家 就你能和他说上几句话 你就劝一劝他吧 让他拿着那三成股份 就走吧 他闹出这么多事情来 别说奶奶和爸受不了 我都快崩溃了 还有那个程孝文 我昨天带两个朋友回家 他就一直色迷迷地 盯着人家看 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妈 你快劝他们一家人 赶紧走吧 这一个人呀 他要是想歪了 那谁劝呀 也劝不动 你们以后在路上遇到他 就让着点 还有 奶奶不是给你们银行 议程的股份吗 我看那个授权书啊 交给我保管 这样好歹安全一点 程义祥那个人是疯狗啊 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妈 这不太好吧 你们连妈都不信呀 有天晚上奶奶俩找我们 她说千万不能把股份 交给任何人 包括 包括你 奶奶还说 也不能转让给任何人 等我们出嫁了 就做我们的嫁妆 妈 你不会怪奶奶吧 怎么会啊 这以前 在法庭上 我说过对你爸不利的话 这老人家嘴上不说 这心里边啊 是长了根刺的 妈 那次根本就不能怪你 你都是为了我们两个 实在没办法才说得谎 好 好了好了 谁对谁错 已经不重要了 你们两个呀 要听奶奶的话 好好地 保护着那张授权书 任何人都不能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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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走 来来来 我就把它放放在抽屉里面 刚刚洗完找出来一看 没了 这这这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爸 你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忘了 不会不会 没忘没忘没忘 没忘 我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看 看完之后我才能睡觉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放在这个抽屉里 这里这里 这里 这里 这放放放放哪儿 月亮 我我我我心好乱啊 我 你心好乱啊 心好乱啊 心好乱啊 我 不能丢 绝对不能丢 我得靠他找回我跟唐楠之间 大大小小的事 嗯 不能丢 爸 你放心吧 爸 你别着急 明天啊 我再去写一个一模一样的给你 我脑子很好用的 嗯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放在这儿 你放心吧 不会漏掉的 不是 啊 啊 里面的内容不能让人家看见 不能让人家看见 想想 一个女人 她明明结了婚 结果却和另外一个男人 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住了那么多年 有谁相信他们俩 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啊 嗯 嗯 更何况 更何况这个老男人 已经对她动了真情啊 她那么有钱 都快死了 比她大那么多 真是我 我 我要是张扬出去了 你这唐安她这一辈子 怎么抬得起头来 见人哪 怎么办 你赶紧想想 你把她放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啊 那 那怎么办呀 你再想想再想想啊 啊 想到了 嗯 我把那本书被人家看见 我把她放在唐安的 银行保险归礼了 好功能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有去过银行啊 那是上个月的事情啊 你爸 我想起来了 这下我真的想起来了 我把她掉在五福楼了 爸 你今天去我五福楼啊 去过 那竟然还跟我讲过啊 我和唐呢 最喜欢坐的那个位置啊 一坐就坐好几个小时 唉 我可能是啊 坐在那边 一边看一边想 最后走的时候 我忘了在那个地方 走走走走 爸这件事情你跟我说过了 不过不是今天 是上个星期说的 是吗 你记不记得你说 你回来的时候 我还碰到了日本鬼子村上 他还拿那个车喇叭吓唬你 有有有有有有 有点印象了 你越来越严重了 没没有 我我还记得陈翔 陈翔 陈翔开着我的车啊 对 对 混蛋那混蛋 那本本子呢 我找不到了 爸 来坐 爸 你先早点休息今天 你别着急 你今天好好休息 我明天跟桂花江还有高灵灵 我们写一本一样的给你 好 放心吧 一定要写啊 对 陈老板 您来了 您自己来的 你 你是 是 我是李经理啊 对对对 李经理 李经理 您在这儿喝杯茶吧 我不是来喝茶的 我是来找一本书 手写的书 我昨天来你这儿啊 一边看书 一边喝茶 走的时候可能落在你这儿 这 这么大 黄色的 咖啡色的 程老板 您昨天没来啊 我们也没看见这样的书啊 没来 是啊 真的没来 您那书要落在我们这儿了 我就派人给您送到家里去了 那您在这儿喝杯茶吧 好 我就坐以前老位子啊 小小 不好意思啊 那个人已经坐上了 他向我打听您跟 唐经理的事 花叔花给我 花给我 你干什么你啊你 花叔花给我 走开 走开 花给我 快走开啊你 还给我 不行 我看得真精彩不能还给你 大哥想不到啊 平常心狠手辣私底下是个大情圣啊 有一段我看得特别感动 我念给你听啊 程翔 还给我 走开 爸爸真的很爱这蓝妈妈 每天都在期待蓝妈妈回来 这段写的真的很好 和唐蓝虎关 松手 十个小时之内 叫你两个傻儿子 把股份全部转给我 要不然 我就把这个东西 翻译很多份 挨家挨户 一人给一本 让全租界的人都知道 你跟唐蓝 到底做了多少 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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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知道吗 你和唐蓝武官 唐蓝武官 和唐蓝武官 和唐蓝武官 程老板 你没事吧 唐蓝武官 和唐蓝武官 他说的不是证 Beatles 不是证諾 和唐蓝武官 和唐蓝武官 唐蓝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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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唐蓝武官 唐蓝武官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小心 玉菲 一菲 你没事吧 唐 唐南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会一个人 在街上走啊 月亮他们呢 他们怎么不陪你啊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川毅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组织派他回租界 他执行任务去了 我呀 回来是为了 帮你们成家的 他没信啊 那他回来呢吗 他回来没有 好好好 好好好 我 我等他 我等他 对了 这段时间啊 月亮一直给我写信来着 不过他一会儿说 奶奶给了银行三成股份给一家 一会儿又说 一想什么都没干 家里一切都好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 现在很多事啊 都是妈的主意 我都不清楚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也不知道 我有没有事情瞒着你 当然 有很多事情我记不起来了 除了那些断断续续 我曾经和你经历的事情 其他很多事 我真的 我记不住了 月亮在心里跟我说过 可是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都是因为上次为了救传一 你取了太多的痴藤药 才会变成这样的 我救过传一 传一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救他 我为什么要救他 你说啊 没事了 传一现在没事了 好好好 没事就好 走吧 爸 你们回家吧 好好好 走 不是叫你们看着爸 别让他乱跑吗 我每天都有看着爸 可是刚才我接了一个电话 再去楼上的时候 爸就不见了 爸肯定是去五幅楼了 月亮 月亮 我们回来了 爸 梁妈妈 爸 爸 爸 你终于回来了 可想你了 好好好 阿兰 一飞怎么跟你在一起啊 对了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对啊 那些日本人啊 知道我帮了他们很大的忙 事一完成就让我回来了 刚一回来就碰到一飞 一个人在街上溜达 是啊 我们都找不着他了 急死了 蓝姨 你不知道 现在爸的记性啊 是越来越不好了 尤其这个星期 我哪有不好啊 不好 我还记得你们蓝姨啊 爸爸 我送你上去休息吧 上楼休息 你累了 好好好 你说是不是这个 妈 唐蓝回来了 奶奶 唐蓝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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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们上去吧 你不知道 这些日子啊 家里发生了好多事情 程一祥他们一家三口 搬进来了 哎呦 他们三个人哪 整天在这儿闹 闹到这个家是 哎呦 我们都快疯了 阿兰 你也知道 现在的局势有多不稳定 物价天天飞涨 月亮和太阳 在银行都快顶不住了 你快回来帮帮他们吧 我会的 放心吧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还没吃东西吧 去吃点东西 我已经吃过了 那 累了吧 去休息吧 我先回房休息了啊 妈 该吃药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 妈在等你呢 过来坐 你应该已经知道 我给了一乡他们 三成股份吧 也知道了 我叫一乡他们三口来家住 你这么精明 你说说看 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妈 你想听真心话吗 我们婆媳俩俩这种感情 有什么话就掏心掏肺地直说 我觉得第一 是因为自私 像您这么精明的人 易祥是什么人 您心里非常清楚 可是虽然心知肚明吧 您还偏偏得装糊涂 为的只是把子孙 留在自己的身边 至于是非对错 好像都不重要了 接着说 第二个原因 还是因为自私 您很清楚 你很清楚 不管您对太阳月亮怎么样 就算对他们不好 他们也不会离开您 还是会留在您的身边 可是易祥和孝文不一样 如果您不用三成的股份 拴住他们 他们随时都会走 就连正眼都不会看您一眼 就算你全部说中了 那又怎么样呢 千错万错是大人的错 孝文是无辜的 那你说我这个当奶奶 我这么做不应该吗 是啊 其实说句实话 如果我也有自己的孩子 我可能也会像您一样 可是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就是易飞的父亲 虽然我没见过她老人家 可是我从心底 特别地敬仰她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 特别伟大的父亲 她很清楚 如果把她的遗产分一部分 给她的小儿子 就等于是害死她 所以她宁愿 让她的小儿子埋怨她一辈子 你越背上一个偏心的骂名 她也会狠下心肠 一分钱都不留给她 妈 其实 我觉得真正的爱 不是去拥有 而是 我 完全不会考虑自己 一心想着 怎么样对对方好 别说了 我怎么能跟李文去比呢 你想想 想想一飞 就要走了 我 我如果不用这些股份 拉住一响 他们三个人会留下来吗 就是你唐岚 也不是我真正的儿媳妇 我不会听奉平他们说 你是为了钱到我们程家来的 你真的是个好女人唐岚 可是有一天 你不是也要离开程家吗 不是吗 妈 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 我为什么跟义妃假结婚 您听我说 不要听 我不要听解释 我不 我不 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要听这些话 你跟义妃假结婚的事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 这个人哪 这一辈子 还是糊里糊涂的好 就像一潭雨水 那么那么清澈见底的 哪能容得像一条鱼呢 妈 大姐她说阿兰回来了 请大家一起到大厅里面坐一坐 喝喝茶 聊聊天 嗯 好 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有点累了 你们回去吧 我想休息 妈 那你早点休息 走吧 走 一把 一把 超过来 快走 scripture 娘 你知道吗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我们银行的业绩 一定会上去的 这样 过几天啊 我请大家出去 好好地吃上一顿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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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上去 开会 开会 谢谢唐经理啊 等一下 各位同事请留步 我有好东西要给大家看 郑先生 好久不见啊 原来您也在这儿 那真的是太好了 你们一定很好奇 昨天我们一家三口 都去哪儿了 办正事呗 在印刷厂忙的半夜 总算把他都印好了 电话还有五百本在里 是吧 小雯 赶紧 一人发一遍语语 好 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啊 传一下 传一下 传一下啊 每人一门 每人一门 不要看 不要看 别看 不要看 你拿着 不要看 不要看 不要看啊 拿来 拿来 别看了 拿来给我 给我 不要看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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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让大家看啊 别看了 你到底以后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来来来 插一插 害我没关系 不要害唐南 大情社 我这人说到做到 我不是叫你十二小时之内答复我吗 不许看了啊 不许看了啊 无所谓 咱这已经够理细心了 赶紧消闻 别发完了 往外面来一门客户 一个人也发一门 来来来 不要不要 不要 别发 别发 来 大家赶快看一看啊 看一看吧 看一看吧 不要看 让回来 让回来 什么不看的 你跟陈老板 跟唐经理还有什么好事呢 不要看 大家听我说 我今天呢 真的是没有必要继续灭他们两个人 这边呢 有本月亮亲笔的原计 大家想必认识他的字迹吧 来 给我给我给我 拿回来 丽菲 拿回来 没关系的 妈妈 不要看 让他们看 不要看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要因为这种垃圾耽误大家的时间 走 上楼开会 走走 开会 小老虎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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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去看看你 走 屈姐 回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你不想我 我可想着你了吗 大家坐下 开会吧 没想到曲姐您也在这儿 正好给曲姐一位欣赏欣赏 曲姐 我大哥跟唐兰的爱情史 可是比小叔还要动人哪 陈奕翔 麻烦你跟我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我想跟你谈谈条件 现在跟我谈条件 会不会稍微晚了一点 你到底想谈不想谈吧 月亮就是你的名字 坠落人间的一个天使 你的心穿扑的眼泥 什么是积极 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冲击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真爱 眼前的真爱不管是否促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 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所有 满天的黑云 满天的黑云 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你绝对你见识 有什么事 对你从来没看 不想让你将来 也不会让你 那一切都在美酒